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新投顧 邱鼎泰分析師老師好 千涵你好 全國投資辦大家好 現在綠電族群起火 那現在拉回可以找買點嗎老師 我認為當然可以 因為綠電這一塊是全世界 現在市場的一個共識 那當然有兩個 第一個我們國內是政策做多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事實上不要看連越南都在全力發展 太陽南綠電這一塊 那習近平習主席對岸的 他也提到未來大概二三十年當中 綠電這個減碳會達到一個目標 那不要忘了 最近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民調還暫時領先8%左右的拜登 最大的政見就是 兩兆美元的綠電 所以這個全世界重要的領袖 都是這樣子所謂在往潮綠電這一塊去發展 所以第一個問題我們回答是可以接 那綠電裡面我們大概簡單含太陽能 事實上不只 太陽能像一些自行車那個也都算 事實上就是節能概念 那政策多作股 那長線的投資的話 你要把握他的買點 然後把握他拉回的買點 那我證明給大家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道瓊漲上來 道瓊是連三漲 所以美國股市是連三漲 那又站上季線了 都站上季線了 特別你要注意聽喔 比方說道瓊是已經擺脫了危險區了 站回季線嘛 那台北股市就等差一小步站上季線而已 那這幾天大家行情會比較 像昨天大廠今天震盪一下 因為我們有結唐價錢的效應 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 過了這個價 你也許擔心美國的總統代理怎麼樣 那個沒有辦法控制 但至少現階段你就順著試做 好道瓊拉納斯達克 一樣也是大漲的1.8% 再看背半 背半漲的2.2% 2.75% 好 背半很重要 因為最近最大的事情就是 美國商務部要打中心 對 要打中心半導體 其實我認為 這個消息現在不見得打得成 或者不見得想打 包括天下雜誌所分析的說 中心半導體在全世界佔5%而已 不像華為那麼大 只佔5%而已這個沒什麼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到目前為止的今天早上的 中心光番網站 都還跟你講說他們有沒有收到文 我又沒有收到你的文啊 網路上查的那個文章有沒有 這個路透社出來的文章 連住址都寫錯 是不是 而且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他跟軍方有關係 或許說幾年前 他那個子公司跟軍方有關係 他兩年前就賣掉了 很難嘴啊 所以這個能夠會不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大家太想太說了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樣子的其實是 比較有利於綠電的發展 概念股 因為電子股會漲上來 會剝奪一些其他產業的 這一點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下一個 乾淨能源 這個在美國蠻有名的ETF ETF的重點 我很喜歡看ETF 就是說它是很多股票集合的 相同的股票 這個叫PBW PBW的綠電 你看這個是9年新高 Energy吧 Clean Energy 來不及能源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這我經常掛在嘴巴叫TAN 這個也是 這個所謂的美國的太陽能的ETF 這個創新高 對 可見大家都在做這一塊 所以我們的太陽能拉回 就是買點在想什麼 我們再看下一個 好 那這個 這是那個TAN裡面 最重要的權重股 第一大權重股 Sarrow Edge 它也是所謂剛才前面那個 乾淨能源裡面的成分股 對 那乾淨能源裡面也有特斯拉 所以電動車這個都算 所以綠電是未來的趨勢 再看下一個 好 那STANPOWER是這個大概 這一二十年來 台北股市最有連動最高的 就是STANPOWER 你看昨天漲到9.7% 對 也穿了波段 來讓這個波段的收盤性高 再看下一個 好 那這個叫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 你看不要看這個位置 十幾塊以上這些都是歷史高點 它在歷史高點盤 這風力發電 你看那個FAN就叫做 電風扇 對 那個扇子 電風扇的英文名叫Electric fan 那FAN加個S叫做粉絲 就是我是欠寒的粉絲 FAN加個SFAN 那這兩個英文意義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相關關 茂迪減資完了 你只有今天大跌 那又怎麼樣 它漲了一大段 中長線本來就會遇到下跌的時候 下跌的時候就是買點 再看下一個 元金今天也是震盪 跌了兩三% 不過他們今年都漲了一大段 不要太在意這個 長線的股票就是這樣子做 一定會有拉回的時候 把握這個明天 或者是過完節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已經證明 你看國際這一塊都在大漲 所以你拉回就是買 不用懷疑 我已經講很久了 來再看下一個 聯合再生也是生氣 這個太陽能股 再看下一個 好 碩河太陽能的最上游 也是太陽能股 台灣的股王 做導電漿的 你看最遠的長生上來了 這高價股 看下一個 好 聖打就SALO H在台灣的代理商 因為旗下一個叫聖騎能源 對 那剛才說SALO H 那個不是做電池 也不是做電池模組 做什麼 專門幫你蓋電廠 然後做什麼 你電廠蓋的 電廠是一個很大規模的 不能開玩笑 很安全的系統監控 還有事不一樣 你都蓋好的時候 你自己生產出電的時候 他還可以順便幫你賣電 那聖騎旗下的聖騎 綠能跟聖揚綠能就在做這個的 所以就跟SALO H 它有代理商的關係 今年莫名講 不管你自己想想看 今年呢 今年你有沒有聽過什麼資安啊 或者說什麼網通大漲 沒有啊 它本身是網通概念股 為什麼前段時間漲這麼多 它卡的就是太陽能的概念 再來看一下 陣容 這兩天才說他們切入綠電而已 陣容你看今天股價也都還算不錯 漲兩% 上緯投工是風力發電的指標股 無庸置疑的 這個一定會繼續動 漲多的震盪休息一下就是滿一點 再看下一張 兩張指標 上緯跟四季缸9958 這兩張指標給你做參考 這兩張動的話 風力發電不用找很多 你網路上一查都有 就按照那個模式說 我是拿指標給大家看 再看下一個 華彩也是 對不對 它有特斯拉的充電站 又有太陽能發電 今年在手訂當超過20億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都是逢拉回 基本面相當好的 這個所謂的概念股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er跟Tag 財經節目節目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